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oogle文件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小小問題 就是 您的隨身點有在整理的嗎 因為Google 現在這個改名叫做Google的名單硬碟 那就跟你有一個隨身點意思一樣 只不過那是15句 因為它跟那個Gmail的空間啊 還有我們剛剛Google家是共用的 加農曆隨身點剛好經歷 很多都是丟進去就好 所以隨身點太大了 老實講不算好用 為什麼 因為找時間還蠻少 怎麼都丟裡面啊 跟你帶隨身力點意思是一樣 所以空間不要碼太大了 4到8句就好 那你今天你要用這個瑜伽力點也是一個概念啊 空間有限 還有就是一定要分分別類整理一下 你可以用資料桌的概念 資料桌的概念 所以呢 你們要進到雲端硬碟 有幾種方法 一個呢是從最上面這裡 從這裡去選擇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 雲端硬碟 看到了 這個有沒有 把它點一下就可以了齁 好 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現在在我們延期的這個 網站裡面所做的這些分享 好 所做的這些分享齁 那 我是有做 資料夾的 有沒有 我這邊這邊有做資料夾 那你要怎麼建資料夾 從左手邊這裡 從左手邊 有個建地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資料夾 有資料夾 資料夾 資料夾的部分 那當然你要提成就隨便 如果你真的 還是覺得這樣有點麻煩的 請直接脫衣就好 所謂的直接脫衣就是檔案總管 直接脫進來 不管你是檔案也好 還是資料夾 可以用脫衣的 直接丟進來就好 但是潛品還是使用不過療療器 你不要再拿別的療療器 做這種事情 他不會允許你這麼做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像我做一次給你看 假設我是某個資料夾想要的話 我找一個比較短一點點 好 假設我是這個 你看我現在是丟一個資料夾過來 有沒有 他會出現這個 放進來 好 有沒有開始上傳了 他有沒有自動幫你建立一個資料夾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很懶的 不想要在上面直接做的 你就直接檔案總管丟過來就好 這樣就比較快 反正你平常檔案總管都有做整理比較多嘛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他就會幫你裡面相關檔案 就直接上傳上去 好上傳上去 那你有整理的話 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 因為全部都放在根目錄下 真的 以後就是很亂 你連看他一眼都懶得看 因為就資料那麼多 對不對 有些的 不想要的當然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所以像這個我就把它丟掉了 這個我就直接丟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那麼一般來說 可能剛剛開始大家想要像我們剛剛科長提到的就是 各個市他們會把所有資料利用這個Google的文件 因為事實上早期雲端硬碟也叫做Google文件 它並不是不只要拿來當硬碟用 而是希望你可以做一個office的平台 大家的文件共同編輯 但是剛開始大家會不太習慣 或者說覺得 我的文件傳上去好像長得跟我們一般office看到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現在 剛開始我建議各位你把它當作一個硬碟來看 把它當作一個硬碟來看 你要拿一個你就直接丟進來就好 不要幫他做所謂的轉換 什麼叫做轉換 就是說 把它轉換成它的這個Google的格式 Google格式 因為 在轉換的過程裡面 老實講 比較複雜的文件還是會跟 跟真正在office看到有一些不同 畢竟網頁上的那個格式選擇 沒有辦法像office一樣 那 你把它當一般的文件來看 你看比如說這邊有我們的 我把它放大 好 OK 你看我們這邊有延期的資料 包括了這個 像這個簡報 有沒有 像這個簡報 或者PDF 這邊看起來就會沒有問題 比如說像這個是PPT的 有看到對不對 這是PPT的 好 那你如果說我們不是做編輯 我就是單純的在上面分享 那你直接在上面檢視 這個部分看起來應該會比較一致 不做共同編輯的話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一致 那你在這邊播放 有沒有都是 大致上接近的 對不對 這個是Google雲端念碟裡面 第一個你要會用的 就是第一個要會見資料夾 那你的檔案會傳上來 會傳上來 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說 我的資料夾見錯了 你也可以用拖曳的 你看喔 按著它 有沒有可以拖曳 好像複字貼上一樣 就是你放到別的資料夾 或者你勾起來 從這邊移到哪裡去 有沒有可以移致 不過因為我們希望比較視覺化 所以你可以用拖曳的 這樣 這樣就放進去了 所以萬一你見錯資料夾了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稍微做 做一下處理 也是可以的 而且他現在蠻聰明的 我真的把它丟進去了 好 好啦 那我們就把它移到外面來 移至最外面 OK 好的 這樣就移出來了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 如果你真的資料很多的時候 他現在有一個功能很好 在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活動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常常 為什麼 我剛剛會特別提到 你的隨身體都不整理 因為不整理的時候 資料是放哪裡都搞不清楚 搞不好留好幾層目錄喔 那他現在呢 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 他會告訴你 你今天 或者過去幾天 有編輯過哪些資料 有編輯過哪些資料 那你從這邊看 有沒有比較清楚 我剛剛做的是什麼動作 對不對 或者哪一個文件有 新增 有移除 或者編輯過的 你可以從右邊看得到 那如果你點到 每一個資料夾 比如說 我就記得是放在這個 延期資料裡面 那麼你進到延期資料 他就會顯示 延期資料 所做的編輯 有沒有 延期資料的編輯 他跟那個目錄有編輯過的 那個地區時間 他會列出的出來 你會比較清楚說 到底哪些資料 有被編輯過的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 您在用這個 所謂的 雲端捏碟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 順便 要跟Gmail做連結 今天如果你是哪一個文件 或哪一個文件夾 你想要怎麼樣 跟別人共用的話怎麼辦 假設我的免費軟體 我整個資料夾都要跟你共用 那麼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在這邊 有一個 你也可以按右鍵 也可以 共用 在這邊 你把它共用之後呢 那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這裡有個共用 按一下 他會跳出一個訊息 他會跳出一個訊息 你要跟誰共用 因為我這邊現在這個資料夾 本身就有功用 我先開個新的 好 我現在開的一個叫做共用資料夾 好 我直接按右鍵也有 共用 OK 預設的話呢 是只有私人的 所以 這個是不對外開放的 有沒有 好 如果你現在在這邊共用 你就直接從這邊 按一下 這裡有 三個選項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點點不同 好 有一點點不同 你要共用的 分幾種 第一個是 直接放在網路上 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看 而且 很重要的是 收據以前也找得到 第一種 第一種 所以通常你比較少用這種 大部分我們會用的就是 知道連結的 也就是他知道 因為大家會產生一個連結 好會產生一個連結 那你直接把這個連結給他 他透過收據 沒辦法找到 當然另外一種 再更隱密一點的 就是透過指定的人 比如說這個文件 我們科室裡面 我就是 我們科室裡面 共用 哪幾個Mail信箱 是要大家用的 只有這幾個人 才可以看得到 OK 可以看得到的 一般我們比較常用 如果你是一般的共用 通常是用第二種 第二種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Gmail的附件 有沒有 他裡面他本來 你傳上去 如果這個檔案是新的 他也會問你 你要共用的權限是什麼 好 如果你按下 確定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網址 就在上面 你直接把他制製起來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直接貼到 你的那個 郵件裡面 這樣 點到那個連結 就可以去做下載 就可以去做下載的動作 這個是 你可以看一下 不管你是就是 資料檔本身 還是檔案本身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做 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這樣有沒有用力 可以了齁 先有個概念就好 你稍微先用看看 我們先不要講太多太忙的 或者說比較少用的功能 至少你把它當作一個隨身點來用 怎麼樣跟別人共享 這個大家可以試看看 因為畢竟有些時候 附件比較大 總是不方便 我還要寄個光碟給你 這樣就抽名了 對吧 有時候那個有時效性 對不對 然後就直接自己去下載 快一點點